嗨 各位小猜神 今天過的都還好嗎? 寶可夢呢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這就是我們標題上面看到的 噔噔 我們的樂天卡開箱呢 今天要來開給大家看 那大家一定非常的好奇說 欸 寶可夢上半年的時候 不是跟大家講說樂天卡不要辦 樂天卡要剪卡嗎? 那為什麼現在要叫大家辦卡了呢? 這其實答案很簡單嘛 就是它有優惠你就辦下來用 沒有優惠就停掉就剪掉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 那我們就事不宜遲來看看今天的主題 這個第一我們要開箱信用卡給大家看 第二的話呢 我們會有一個最新的樂天卡優惠分享 那它這個活動呢 這個非常的有趣 也就是它會一直不斷的延續 所以你現在如果辦卡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一定可以用到它的優惠 然後可以持續的往下用 只是說它的每個月的權益都還會再稍微修正一下 那麼你就是月初的時候來注意一下 並且進行登錄就可以了 那第三的話呢 現在樂天卡MGM活動 所以我們卡板幫 當然也會推出我們的專屬的辦卡特案囉 想要就是上車A好康的朋友 請你一定要就是關注本團 我們就是最新的消息會在我的部落格粉絲頁上面就是做這個宣傳喔 也記得一定要來看這樣子 好 那第一個重點就是來開箱信用卡給你看囉 OK 這個是非常非常的令人開心的一次 因為全台灣幾乎沒有什麼信用卡部落客或者是YouTube在跟你分享這個所謂的開箱的部分嘛 但是呢寶可夢就是很喜歡辦信用卡 所以我有辦信用卡我就是會進行這個開箱 然後讓大家一起來看說如果你辦了這張信用卡你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好來 我們現在就趕快來進行開箱的部分 好 OK 好我現在把它打開囉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它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呢 喔 它有這個所謂的廣告函喔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是我在7月底的時候審版的 然後它這邊就有講到一些信用卡優惠 比如說 喔 一起買起來有最高有5%的回饋 這是Mastercard的卡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糾團 欸 有送這個什麼 一起糾團辦樂天卡送100點樂天點數 這個活動是2月到4月 所以活動已經結束了 好所以它這張卡 它這張廣告的話好像 優惠是屬於第一季的 好就比較 比較比較老舊一點 它應該要給我最新的 怎麼給我是以前舊的 這一定是庫存 哈哈 好然後再來的話呢 這邊呢有一張這個welcome welcome的部分它有跟你講說 你拿到樂天卡之後你應該要怎麼做 你可以進行這個 所謂的 開卡 那這邊只要掃描QR Code 你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國內特電 日本特電 然後這個刷卡優惠的一些部分 所以 在背面的部分呢 它也有提供他們自己的這個App 他們已經有自己的專屬的App 好那你一樣可以下載這樣子 那也特別注意喔就是 你信用卡部分的話它雖然是有提供三種繳款方式 比如說一次付清 循環信用繳款或者是分期付款 我個人覺得你最好都是第一 好選擇一個 第一個做法就是一次付清把錢全部繳掉 這樣對你來說信用會比較好啦 好那重點中的重點就是我們的卡片囉 好來看一下喔 好 好我現在已經把那個重點都貼掉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 柏河河這個 額度是20萬 而且真的還蠻不錯 就是非常的這個 我覺得還不算低啦 他們也算是蠻有心的 就給我蠻高的 那 有效年月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所謂的帳單結帳週期這樣子 好 那這個卡面呢 我等一下拆給大家看 這個拆掉的時候它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背面的部分一樣 也是教你如何在網路上面進行開卡 然後APP這裡也有 所以保障自己的權益的話下面的這個條款也可以稍微閱讀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這個卡片 那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卡 它其實是有點類似玫瑰金玫瑰金的感覺 所以大家也發現寶可夢申請的是Mastercard的版本 那Mastercard它有一個優惠 就是說你如果是新戶下來的話 你可以去網購然後它多給你5%的回饋 那上限是300 所以你大概刷6000左右就會封頂了 那卡片的背面的部分 他們沒有彈上任何的這個電子票證 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它就是卡背就是長這個樣子而已 就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它基本上的話我個人覺得 它這個顏色我覺得還算討喜 因為就是有點那種粉紅色粉紅色 算好看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申辦下來這張樂天卡的話 你可以拿到的開卡裡面就是 一個信封 然後裡面有一張信用卡 然後還有就是兩張廣告函 然後有一張是過時的 然後還有一個是開卡函 然後教你怎麼開卡 跟你的基本資料都在上面 所以我們樂天信用卡的開卡呢 基本上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跟大家聊聊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就是說既然要辦卡 那它一定有一些優惠 那樂天信用卡到底又有哪些優惠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往下看 我這邊有特別把它弄起來 它這個有一個很厲害的活動 叫做一起同樂 那它這個優惠的部分的話呢 你看一下它這邊有寫到說 這是8月1號到8月31號 事實上它是每個月都會不斷的往下延續 不過呢它有一個重點就是 每戶回憶上限本月份只有500而已 就算是你拿10%的回饋 那你就是刷5000 然後就拿到10%500 就當封頂了 也別忘了喔 其實它這個優惠是年年月月在縮減 早期的話呢 像7月份它是上限是800 所以800的話你就是 你的線上影音或者是外送至少都可以交到8000塊 但現在都沒有了 再更早一點的話是 月上限每一個人是1500耶 你只要有登錄它就給你耶 所以這個樂天信用卡 曾經我在就是做一些觀眾票選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喜歡樂天卡 那不喜歡樂天卡的原因 他們都跟我講說 因為活動齊齊都要登錄非常的麻煩 所以我覺得這點大家也是要去特別注意喔 因為如果你自己的活動沒有自己去注意 沒有做登錄的部分 那你的確是會損失這個權益的 所以他們的這個活動下面都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一定要叫你做立即登錄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的去注意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解析這個 我們一起同樂的優惠 它的優惠 我個人覺得這些數字看起來都非常的吸引人 但是它到底有沒有什麼陷阱呢 我們來拆解一下 外送10% 線上影音10% 然後網購 還有3C有到5% 然後超市量販4% 其他國內消費1.25% 你就知道它有在做加碼 因為它知道他們的優惠 在上半年就是權益改叉之後 就是都沒有人要用了 所以就是趕快急著把優惠推出來 就變得好像比較好了 那也別忘了還有一個餐廳回饋有3%的部分 所以人家都會戲稱說上半年的樂天卡 是一個吃飯神卡 因為吃飯有3%感覺不錯喔 那也提醒大家就是 它的這些回饋金每個月的上限 total起來就是500 所以如果你在這個線上影音已經刷了5000塊了 那你其他的通路就不要再刷了 因為你每個月的上限就是500 超過也不會給你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你要登錄 第二個的話呢 每個月的上限一直不斷的在縮減 有需要的話呢 就要趕快辦下來使用囉 它這邊的指定通路你也可以看一下 像UberEats、Footpanda 然後Spotify、Netflix 都有 這些都算是蠻主流的平台可以使用 指定3C的話像是PC Home 或者是Momo 樂天這些都是大家很常使用的 這個就還不錯 那超市量販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要解任務的話 你也可以去超市 但是它有要求代比2000啦 所以你就是可以去加樂福 然後儲值它的APP 一次儲2000塊錢 那你可以賺到這個活動給的4%回饋這樣子 或者是你再頂好刷卡也可以 這都OK 那國內餐飲的部分它 基本上是以MCC Code來做認證 所以不是這些MCC Code的部分 你是拿不到回饋的 所以也請你不要試著再跑去 比如說百貨公司美食街 或者是在百貨公司裡面的這些 這些餐廳來做付款的動作 你用這個的話 基本上你是拿不到這個信用卡給的 這個額外的回饋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街邊店 就是在路邊的那種店 基本上應該是符合資格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百貨公司或美食街下面的這些餐廳 是不符合規則的 提供大家參考 那除此之外呢 它還是有一些廣告的部分在下面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提醒大家 如果你自己要申請信用卡 它的這個樂天信用卡的網頁裡面 上面有好幾個欄位都還不錯 你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你點選樂天信用卡介紹 它就會跟你講說 他們的卡片有哪些卡片 卡面 有JCB Mastercard或Visa 我這次選的是Visa 已經公布答案了 之前有人在粉絲頁上面就是問大家說 大家猜猜我是辦哪一張卡 結果很多人都猜是JCB 但是猜錯了 應該是Mastercard 因為Mastercard 你拿這個所謂的新護理 你還可以再多拿到這個額外的網購5% 我就拿到的當天立馬就刷掉了 這是很簡單的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樂天他都一直標榜自己是終生免年費 那他真的 這件事情很重要嗎 我覺得很多人很在乎年費 但是很多銀行現在基本上都不會跟你收年費 所以你強調自己終生免年費 這基本上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好嗎 那日本的國外交易免手續費回饋 他這部分是需要登錄 而且每個月上線只有5000 所以我覺得他也不是真的是完全免手續費 他只是給你一個額度 然後讓你去刷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在日本刷卡的話 我反而覺得 你是不是應該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而不是只用這一張卡片 然後有刷卡簡訊 然後高額的鋁平顯 高額的鋁平顯是多少啊 有沒有超過5000萬 沒有5000萬都不算厲害好嗎 2000萬而已喔 那就還好啦 對 所以就是如果是我在看這個信用卡全盈的時候 我會從他的官網去下手 然後第二個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他的最新優惠 這邊的話呢 就是每個月都會不斷的更新 那你要登錄的話也要記得來這裡做登錄 振興三倍券 樂天也有活動喔 然後 桃園主場的優惠 然後有樂天卡也不錯 然後還有一些旅遊的優惠之類的 OK 然後還有什麼 生活市集 一起同樂 這邊 新卡有指定電商消費不限金額刷卡金5% 就是我八九月份我就是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如果你要申辦樂天卡的話 你倒是可以考慮使用Mastercard這樣子 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選擇啦 所以這個就不一定 一定要就是 跟 一定要跟我們團這樣子 就是不一定要跟寶可夢辦卡 你可以挑你自己喜歡的國際發卡組織來使用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來介紹就是我們的MGM活動 那MGM其實他也是感覺上蠻小氣的 因為他就是只設定一個人只能一個月兩千 所以等於是說我這個月只要揪了十個人 我就拿不到回饋 所以他們都算得很金啦 那你只要是樂天卡有 你都可以來做親友推薦的部分 那我們卡板幫的部分呢 其實也會針對就是這一次的活動 我們也有打算要做一個特案 但是這個特案的內容是什麼呢 我們卡板幫三個還在演你 基本上的話就是我們可能會 拿出一千塊或兩千塊來做一個大獎的抽獎 那你只要跟上本團 那麼你就有機會來參與抽獎 用這種方式就是把我們收到的利潤呢 就是在回饋給大獎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辦法給很多啊 因為一個人也不過才兩百塊而已 對不對 我們讓一半出來就一百啦 所以我們三個人呢 最多可以只有三十個人 然後這三十個人會讓我們拿到多少錢 大概是六千塊的收益 有點少 那我們可能就拿一兩千塊出來辦活動 就讓大家開心一下這樣子吧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能沒有辦法提供非常的多 不然的話就做白工啦 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想要上車的話呢 我們下面的資訊呢已經有連結了 有興趣就是先上車 然後也別忘了就是我們過幾天之後 然後這個我們的資訊 我們的活動資訊已經出來的話呢 也要記得來回報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最後的話呢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金句 每次講到金句我就覺得很有趣就是 大家一定很好奇說 我們學習了這一支影片 這支信用卡的內容之後呢 寶可夢又要來講一些什麼令人醍醐灌頂的話 沒關係 現在往下看就知道了 沒有永遠的敵人跟朋友 只有永遠的利益 然後這句話的英文其實是 Brillian has no permanent friends nor permanent enemies she has only permanent interests 好這個是十九世紀的英國首相 這個巴麥尊講的話 他就講說 其實英國對於大英帝國而言的話呢 我們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我們只有永遠的利益 所以我也相信大家可以把這句話就是 放到我們自己本身 這個在做人處事或者是在跟銀行打交道一樣 就是對於銀行來講 他們沒有永遠的消費者 消費者永遠是有理的 對於我們來講 也沒有永遠 一定要跟哪一間銀行交朋友 或者是一定要跟哪一間銀行交往 沒有沒有這回事情 那哪裡有優惠 我就帶著你往哪裡衝 說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台灣的銀行真的非常的短視盡力 所以他們不會願意為了長遠的利益 而把消費者留在他們自家的池子裡面 他們只會覺得說 我們的KPI達標了 辦卡量到了 我們就開始縮減權益 那我們這些因為當作權益而進來的人 慢慢的都被當作是什麼 飛揚仔了 所以我很不喜歡這樣的情形 但是沒有辦法 台灣的銀行界一直都是這樣子玩的 那我就覺得 那很簡單啊 你要玩我就陪你玩到底 我去運用我的影響力 來號召大軍 大家來辦卡 大家來減卡 就是這麼簡單嘛 如果你會怕的話 那你就是少 你就不要做一些這麼誇張的事情 就是該給的優惠就給足 那你也不要去做一些好高物源的事情嘛 穩扎穩打的去經營這樣不好嘛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子 那現在樂天卡用在這邊也是一樣的 我跟樂天銀行沒有任何的 或者我跟樂天信用卡沒有任何的高賬 他們沒有得罪我 然後他們也沒有給我錢 所以我只是很認真很單純的 以消費者的角度覺得說 這個優惠很爛 所以大家不要去用 這個優惠大家都不喜歡 沒有任何的這個 這個比如說 2020年剛當初開始的時候 你在國內刷樂天卡是沒有任何點數回饋的 那你為什麼要刷呢 對不對 我只是把這件事情拿出來講而已 就惹得就是銀行不開心 然後有一些消費者就拿這件事情就是來酸我 但我覺得我不講事實 這就是事實啊 他就是權益懶啊 不然是怎樣 所以你看大家罵久了之後 大家開始剪卡了 現在樂天不就推出了一起同樂的活動嗎 那這些活動其實到最後受益的 還不是我們所有的全台灣人跟持卡人 大家都有好康可以拿 這不是好事一裝嗎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就是把事情看的太淺短 或者就是說 這不就是你以前講過的話 為什麼現在就不一樣 時代一直在改變 每一個人都是有可能會做改變的 連銀行都可以改變的 為什麼消費者 為什麼寶可夢不能夠做改變呢 現在有好康當然跟你分享 就趕快來辦卡啦 如果他下半年之後再變爛了 那沒關係 那就再剪掉就好了嘛 對不對 他喜歡玩 那我們就陪他玩嘛 所以這就是寶可夢基本的想法 我們在市場上面沒有永遠的朋友 也沒有永遠的敵人 我們只有永遠的利益 在我們的身邊長相左右 好不好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呢 非常歡迎你趕快來訂閱一下 了鈴鐺記得開啟欄 然後呢 也非常歡迎你趕快把這支影片分享給你身邊 擁有樂天卡 或者是還沒有樂天卡的朋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 了解樂天卡的好用之處在哪裡 好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拜拜